那今天來介紹愛多美百分之百海洋深層水新品上市 我是台灣海洋深層水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副總莊崇博 我是台灣海洋深層水公司營業處許惠娟 我想請問一下許協理 就是我們市面上有很多水品 它也都標榜了海洋深層水 那這些水品跟我們這一次新推出的 愛多美的百分之百海洋深層水的水品 到底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為什麼這一次愛多美它不是選用一般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表層海水、山泉水、地下水跟自來水的水源 是因為這些水源很容易受到 家庭跟工業農業的被水的污染的影響 但是在662米深海的水源 它是不會受到這些人為因素的影響 所以它水源的一個潔淨度是最高的 然後另外呢 其實愛多美這一次也非常的用心來挑選了 我們這個D-minerals的專利原料 然後把它調配成 印度80ppm的一個海洋深層水 那它這個深層水的礦物質含量 是會比市售的礦泉水高出好幾倍的礦物質含量 然後再加上就是製造廠商是 具有國營血統的台灣海洋深層水公司 是有信譽的一個公司來做整個的一個製造 這個水是可以讓會員朋友都可以安心的來做飲用 人體是需要礦物質跟微量元素的 如果我們缺乏礦物質跟微量元素 會產生很多的疾病跟病痛 那另外缺乏礦物質跟微量元素 都會造成人體上面的酵素還有維生素 它是沒有辦法發揮功能的 所以如果我們來看礦物質跟微量元素 它就像是我們在做麵包裡面的酵母 如果沒有透過這個酵母 我們就沒有辦法讓麵包紅起 也沒有辦法讓它做成好吃的這個麵包 所以礦物質跟微量元素 就是可以讓我們身體裡面 有幾百種的生化反應 可以順利進行 讓人體的生理機能能夠正常的運作 減少疾病跟病痛的一個發生 所以補充礦物質的確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課 礦物質裡面有分兩種型態 一個是化合礦物質 另外一種就是離子態的一個礦物質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許協力 就是這兩種礦物質 它對於人體上面的吸收 是不是有所的差別 或者是吸收率上面哪一個是更好的 是不是可以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海洋深層水 它本身是屬於離子態的一個礦物質 那根據國內的知名大學的研究顯示 海洋深層水中最重要的鎂 它的吸收率可以高達63% 然後另外像一般的定劑 然後膠囊等等的一個補充劑 它是屬於化合物態的 那它的吸收率只有3到12%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海洋深層水 它的吸收效率是一般的補充劑的5倍以上 那我們也可以了解到 其實海洋深層水是對人體最好的一個 礦物質補充方式 我們的愛都美的百分之百海洋深層水 這一瓶水它的硬度是高達80ppm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水質的硬度 還有80ppm到底是什麼 水的硬度呢 主要是取決於礦物質的含量 那尤其是蓋根美的含量越高呢 它的水質就越硬 喝起來就越不好喝 那如果它的含量越低的時候 它喝起來反而是更柔順的 那愛多美這一瓶百分之百海洋深層水 它挑選的是80ppm硬度的一個水 那它是指一升裡面就擁有80毫克的蓋根美 它是屬於中軟水 那它這個水也是可以兼顧到 健康跟口感的一個好水 其實我常常就是我都會運用海洋深層水來煮飯 用它煮飯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米粒表面的一個光澤度跟Q度 都是可以被提升的 然後另外呢 尤其煮湯的時候 對於海鮮湯來講呢 它裡面的礦物質可以提升它整個的鮮度 所以不管煮飯煮湯 它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在喝茶的時候或喝咖啡的時候 我們也很建議用海洋深層水來做一個泡製的一個動作 像咖啡它其實有一點會把它的那個整個風味都提升 愛多美的100%海洋深層水 它不僅是拿來可以直接飲用之外 它也可以多層次的去運用在生活上的各個層面 那我們這一次的總結就是 享受健康的每一天 就從愛多美100%海洋深層水開始喔 那謝謝各位今天的聆聽 謝謝大家